大家好,剛才是小餐死的 昨天才排了一條片,都未曾剪得完 接著就看到了,今早很精彩 所以你說不說他不看他,暫時真的不可能 比那些連續劇都不懂得說 昨天第一集直播,直播到差不多一個小時 聽到一聲,何老千當時跟何痴痴在做直播 指著前面,他是不是撞到頭 見到何痴痴用手搶去撞一撞何老千,叫他不要再說 但是,何老千就說,我心痛,我擔心,我心痛他 接著,何痴痴很大聲,好像直情河東思考 突然說,你理他做什麼? 何老千就說,我心痛他 這間房子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他就說這間房子不是他的,是借回來的 如果那間借回來的房子裡 有第三者在那裏撞到頭 你可不可以說出這麼冷血的說話呢? 說不要理他,你理他做什麼? 你理他做什麼? 這句說話是不是很冷血? 那個人已經撞到頭了 是吧? 連這個何老千都可能有 叮叮那麼多的測忍之心 都希望想去看看是怎麼回事 接著,何痴痴呢? 望向前面那個位置 或者望向第三者那個位置 就用眼睫一睫 完全是莫不關心,沒有同情心那隻 用眼睫一睫的表情 聽說後來那些人就懷疑他虐待他兒子 就去報警 有沒有警察上去呢? 就不知道 但是就有房屋處的人上了他家 又證實他在那裏說謊 如果你是借別人家家的 別人報警就找不到你朋友家家的 既然如果別人報警 有房屋處的人或者警方的人上去 他都在一個單位 證明你在你自己的單位做直播 大話精就無疑了 不再講這個問題了 但是天下間有沒有人 這樣去對自己的兒女呢? 他口口聲聲說自己的兒子 多好、多孝順、多有愛心、讀書又厲害 鬼異的情況就是 那個第三者撞到頭之後 就跟著又哭又笑 如果照何痴痴說他的兒子已經是18歲了 就算撞到都沒有可能又哭又笑的表情 連續那些Youtuber都很勤力 是將他不斷地播出的聲音 最後何老千可能就打完場 就說夠鐘了 下播了 才立刻下播 但下播的時候 還看到何痴痴 衣開嘴來笑 又說多謝粉絲寶寶 前幾秒他的兒子 現在就無可置疑了 他在他自己的房子裡 那他的房子還有誰呢? 那三百多呎 一定是他的兒子 撞到頭也好 做到什麼也好 即是發生任何的意外 那麼大聲撞到頭 因為我們是看不到的 是何老千自己對著鏡頭說 他是否撞到頭 證明是何老千講解了那個畫面 給我們觀眾知道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都要過去看看他 他何痴痴用手肘去撞 何老千就示意他 不要再說這件事 但是何老千就講了兩次 心痛啊 我心痛他啊 這個是不是真是浪心狗肺的母親啊? 很多傳言就說 何痴痴的兒子呢 有自閉症啊 有一些精神上面的問題啊 或者是智力上面的問題 這件事我們無從稽考 也都不想片面去猜測 他是不是真是這一類型的 應該去受保護的受照顧的人士 雖然他是十八歲 但是如果他真是這一類人士的話 可能他的智商呢 只有兩歲三歲而已 但是你作為一個母親 怎麼可以說出話 你管他做什麼啊? 這樣啊 嘩 好心寒啊 試問哪個人都有自己的父母 如果你的媽媽是見到你見死不救 遇到都說你去做什麼的 你都應該說一句 怎樣啊? 兒子有什麼事啊? 這樣啊? 或者立刻起床啊 不是啊 還坐著在那個直播的環境裡面 有沒有搞錯啊? 真的千古其問 世界之罪 我沒有改錯名字的 這些呢 大家去上網看 完全看得到的 有誰做媽媽的這樣啊? 就算自己的兒子 四五十歲 都是自己的骨肉 都是自己的心肝寶貝 對不對? 有沒有搞錯啊? 如果這種情況 我們只是猜測啊 我們無從稽考 就算一個正常的十八歲的男孩 他撼到也好做什麼也好 都不應該這麼冷漠 這麼冷血 你管他做什麼啊? 這樣啊 打一個比方 退一步來猜測 如果他的兒子 在智力上面 或者在精神上面 是不同於正常人的 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要去照顧他 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不可以做媽媽做到這樣呢? 如果這種情況 在加拿大、在美國 立刻警方和兒童廳 就接手了 立刻就會把這個小蚊子帶走 或者這個就算不是小蚊子也好 他是根據他的智商的年齡 那個要照顧的程度 而兒童廳呢 也都會受理的 或者是去一些受保護的中心 居住啊 或者是寄養家庭啊 或者是一些 兒童廳屬下的一些機構那裡 去照顧他先的 就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何痴痴 經常在吹嘴自己的兒子 又多厲害又讀書 那一個正常智力的男孩 他就算撞到也好 撞到也好 他不會又哭又笑的 是很不正常的 所有人聽完都說 非常之詭異 什麼回事啊 嘩 第一次靚教啊 原來有這樣的狼心狗肺 就是媽媽 其實很多很多年前 日本都出過一部電影 是講狐狸的故事 講到那個狐狸 媽媽就養大了一些狐狸 希望那些狐狸出去 獨立成長 獨立生活 就把那些狐狸 擔到很遠的地方 那些狐狸仔在那裡哭 他都很忍心 要放牠們出去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帶著這些狐狸 也都希望這些狐狸仔去學習 獨立在野外的生活 這一部是描繪動物的那種 育兒的電影 牠們沒有辦法再留著 逐漸長大的狐狸仔 要牠們出去獨立 但是人類始終是有一份 屬於人類父母和子女的 那種關係 甚至牠們長大了 都是有一個聯繫 有一個互相關照、關懷、相互關心 並不是何恰恰今天所說的 牠的育兒就是天生天養 在人類之中 我相信 做得人家媽媽的人 真的不會見到一個小蚊子 就算是寄養一個小蚊子來到你家也好 你領養一個小蚊子來到你家也好 甚至你在街上見到一個小蚊子 你都會馬上問牠 有什麼事?痛不痛? 要不要叫救傷車來? 一連串的 看下跌到哪裡 是盡力去幫牠的 就算是路過毫不相識的人 都會伸出援手的 這個就是我們做人的人性 基本人性 而當何老千指著前方說 他是不是撞到頭的時候 何恰恰的眼神 是很冷漠地瞄了一下前面 是完全好像 不是他家裡的人發生意外 真的很冷血 還要加上一句 你管他這麼多做什麼? 那是什麼意思? 這種情況是否經常發生呢? 還是何恰恰一直是這樣 在家裡 這樣的方式去對待他的兒子 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就令我們很擔心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講任何的社會新聞都好 我們覺得一人做事一人當 我們是覺得這一個何恰恰和何老千 很討厭 但是禍不及妻兒 她的兒子還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是不關事的 她的兒子真的很無奈 如果是被我們猜中的話 現在不知道什麼情況 但是大家都會很關心這件事 都很多在香港的市民 立刻就去報警了 希望警方或者社署 或者房屋處的人 上去看一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是守護相助的 如果她是一個智力 不是那麼健全的人 或者她是有一些精神症狀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會放下成見 不會理會何恰恰 首先希望幫幫這個年輕人 都不是幼兒的 她十八歲 我今天也開了眼界 也開了眼界 所以有很多人說 不要再說她了 我們一定要說的 其實這個人 她真的也沒有能耐做一個直播台 她一坐著那個位置 就不斷地罵人 不斷地罵人 不斷地罵人 不斷地輸出她的負能量 罵粉絲 就罵那些網台的播主 罵那些人怎樣對她 罵政府官員 這個人是不斷釋放那些負能量 好像真是十冤九仇 對所有人 好了 到今早我再看下半部 因為昨天也很晚了 還有一齣好戲 那齣好戲更厲害 就對著何老千 何東思敲 就說何老千說錯了一句說話 就說何老千說過關的時候 別人看她幾十歲 就幫她放一放行李 進那個安全檢查地方 過機 她說她背著背包 海關那個官員 都很像的意思 就說不需要她脫下來去過機 就押她背著 那樣 何痴痴坐在旁邊一聽 那個表情 立刻 罵她 就真是好像潑虎 我第一次見識到 潑虎罵街 那樣 你對著何老千 她大大話話 都是你的husband 你的丈夫 怎麼過得人世 罵到真是 我第一次見到 是可以這樣罵老公 算了 卡姐沒有見識 見識不夠 可以這樣罵 罵完之後都還沒得 何老千可能起身去 拿點水喝 她又立刻起身 然後 沒多久就聽見何老千 哎呀 這樣 嘶 這樣 即是 是不是撕她 還是打她 怎麼會說 哎呀 跟著嘶 這樣 即是很痛的那些聲音 你明白不明白 然後 然後馬上就說 對不起 老婆仔 這個什麼人來的 即是生人密近 如果這樣 是不是 這個人 那個情緒 是一秒鐘 可以hyper 到 食人 那種眼神 哇 看著 何老千 就說 在那訓斥 何老千 都不用說 那個語氣 那樣 那個態度 那個眼神 我想 真是 正常一點的男人 都沒有辦法 受得到的了 不走老 都真是 賤命長的了 她說 她的前夫虐待她 我就覺得 你現在的直播 正正反映了你所有的東西 展現了在大家的觀眾的面前 如果何痴痴 一樣是這樣 跟她 之前的兩任 Casman 這樣相處 其他人 真是走得快 好世界 撿身彩 其實她真是不知道 她的鏡頭在那裡開著 好像貪得意 天天來做直播 早一場 晚一場 中午又一場 好像連續劇 坐在一起 什麼都不做 就對著那部機 其實在鏡頭裡 大家更加深入了解這個人 她的情緒是很有問題的 我覺得 見到她 真是 好像沒有一天開心 沒有一天有好日子過的 每天不是罵這個就罵那個 她首先要去看醫生 還有她說幾句 就像談上頸 真是不知道她有什麼問題 她的喉嚨 或者她的身體裡面 有什麼狀況 應該抽時間 真的要去看醫生 人的情緒 是極不穩定的時候 每天都要找人來出氣 好像滿腔老火一樣 這一種的亢奮 應該都是有 mental 上面的一些問題 應該及早去醫治 不適宜 不適宜這樣去再承受這些壓力 其實 你現在是為了一口氣 就算你現在這樣開直播 找到十萬九千七 但是 沒有意思的 你做不下去的 你也都通過鏡頭 讓人看到很多你的生活上面的細節 你的日常 要不就不要做直播 因為直播是直接播出來的 雖然我們就不會看她那個台 我們都是看轉播 但是現在的轉播 全部都是原汁原味的 全部我們都是聽完看完的 這樣做下去 我相信她不用多久 她支持不下去的 那個精神 直情是進入一種 好像崩潰那種這樣的狀態 那麼多人去圍攻她 攻擊她 講她的不是 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她自己禍從口出 你可不可以 沒有說那麼多話 沒有發表那麼多話 是不是 自己的學歷又不是說高 見識又不是說 那你說的東西出來 就也都不符合普世價值 那些人那種的價值觀 你講一講 就好像現在 常常就鬥氣 常常就說自己的什麼 中粉 什麼黑粉 天天就講這個問題 那些人其實 看她現在 就是 看這個人是怎樣 徹底下播 不是一次過下播 是徹底 你說 昨天 一天 兩場 就已經暴露了她自己很多事情 她根本上 跟她兒子的關係 可想而知 如果你是愛惜的兒子 你不會這樣 她今天還要大言不慘 就說 她是這樣去教兒子 跌倒也不會扶她 自小也是這樣 怎樣怎樣 這樣 講她的育兒 就是用一些要她從小吃苦 唉 無話可說 就是 在我們 美國 北美洲 普世價值來講 這麼難得 生到一些小孩子出來 作為一個媽媽 一個婦女 真是很千辛萬苦 才生到小孩子出來的 不是說你想生就生的 有很多時候 你想生 都是可能要等機會的 有些人 我有些朋友 結婚很多年 都沒有小孩子 很失望 所以小孩子 是上天賜給自己的 好大好大的禮物 那個嬰兒 在媽媽的肚子 還未出生 當你驗了 你懷孕了 有嬰兒 那種兩夫妻 很歡喜若狂 那種期待 那種等待 還未可以驗到 是男子女子的性別的時候 就一直在猜想 如果女子又怎樣 男子又怎樣 安什麼名字呢 如果男子又可以帶她 去學什麼運動呢 女子又怎樣跟她打扮呢 兩夫妻都會是一種 是千呼萬喚 在等待那個嬰兒出生的 不是這一種的做人父母 好像何茲茲那樣 說生出來的小孩子 要她吃虎 吃虎都不是受傷不理的 這些呢 我們也是無法去理解 但是 真是通過這個 它的直播的轉播 我們也是開了眼界 特別我們生活在北美洲 這裡生十元仔 很多時候 真的得志體 都要教她 教她家教 給她一個好讀書的環境 愛惜 愛的關懷 很多很多的 有很多人就說 子女大了 分開住了 那些關係很淡的 每一次見到 那些小孩子回來探望你 或者是再離開的時候 然後只能看到她們的背影 很多我的朋友在這裡分享 但是對於卡姐來說 無論我兒子多少歲都好 我兒子四十多歲 他多少歲都好 都是我的心肝寶貝來的 自己的愛情結晶來的 所以真是無法去理解 和接受到 好像何痴痴昨晚 她對待兒子那種的態度 和那種的冷漠 無法理解 我其實看完她上半場 我都開始睡覺了 但是上了床之後 我都有少少沒有辦法睡得著 都在那裡想 如果她的兒子 萬一好像香港的觀眾說 真的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而她也都很無奈 要和一個這樣的母親一起生活 她的處境真是很艱難 她的處境也都是真是很慘 不知道什麼情況 我們都是 我自己都是一個媽媽 幾個小孩子的媽媽 我希望 如果何痴痴的兒子 真的需要更多的關懷 希望香港社署 應該去介入 真是很可怕 很無骨悚然 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都不是很尋常 因為一個人 她如果十八歲 遇到也好 她不會又哭又笑 這些是很不尋常的一個表現 你就算遇到痛也好 就算怎樣也好 可能就會是很痛啊 或者是我遇到哪裡啊媽媽 會是這樣的對答 而不是又哭又笑 而那個媽媽真是狼母 為什麼我這樣寫在封面上 真是狼母 可能做狼那個都會給她有愛心 我前幾天才說 我說那些熊媽媽 在加拿大很多熊 我們去郊野公園 都會有很小心去 如果看到熊 特別那些熊媽媽 帶著熊仔 那些熊媽媽 是窮空極惡的 因為她要保護她的熊嬰 就是說一個動物 她都會有這樣的母愛 而一個人居然說 你管她做什麼 哇 真是爆炸到 我和我家人說 也和我家的長輩說 他們不是中國人 但是他們聽到目瞪口外 他說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他應該去調查的 上門應該是有跟蹤的 如果一個 他沒有辦法去治理 或者管理到自己的情緒 或者照顧到自己的生活 無論他是30歲都好 他都是需要照顧的 如果你照顧不到 你何痴痴應該把兒子交給 社署去安排 我覺得這樣才是 去愛護到這個熊嬰兒 而不是這樣的態度去對待 我不知道這個何痴痴的兒子 平時是一種什麼的生活狀況 總之我覺得 真是很可憐 投胎到一個這樣的人的家庭裡 她也沒有選擇 也沒有離開 現在這個何痴痴 天天在那間屋裡 我相信那間屋三百多尺 三百多尺是很窄的 她全家裡三百多尺 那是不是很窄 她天天就這樣 坐著那個廳裡直播 我相信 就算她的兒子是正常人 也好 即是覺得那個都不是那個家 你做媽媽的兒子回來 你起碼都是煮一個飯餐給他吃 你有些家頭世務要處理 要做些其他的事買菜 而看到何痴痴不是的 天天就是化妝後 就和那個何老千坐定定在那裡 開直播 一天兩場甚至三場 每一次都在那裡罵人 聲嘶力竭地罵人 我相信就算她的兒子是一個正常人都好 都沒有辦法生活在同一屋簷下 因為她這樣是很影響到 和那個屋簷下生活的人的情緒 和生活起居 你看一下有一次在陽光 她那個何老千 可能不知道做了些什麼事 就說拿了一杯水給她 就擋了一下那個鏡頭 嘩她的眼神又好像罵人 好像河東思敲 又說教了你這麼多次都不認識 又什麼什麼什麼 可能也都是有這些規定 規定她的兒子 那你一個三百多呎的屋裡面 裡面有沒有兩間房 我不知道可能有兩間房 就是說你兩個在廳裡霸著做直播 那她的兒子就只能夠縮在那個房裡裡 就是電視都沒得看 唉真是苦不堪言 如果她的兒子是正常的話 怎麼可以繼續下去呢 而這個媽媽真的眼中只有錢 你現在這樣被這麼多人展示了 你在鏡頭前都已經是一種這麼冷血 這麼河東思敲 如果鏡頭後是一種什麼狀況呢 這個何老千真是夠由自取了 取了一個這樣的賢妻 口口聲聲說最好我的老婆仔了 我的老婆仔是賢妻她最好的了 試問一下我相信大家看視頻的網友都知道 一對夫妻可不可以這樣去相處呢 你看她不起她又窮又好又老又好 這個是你自己選擇來的嘛 是不是 你當初為什麼要跟這個何老千一起呢 你現在老修成路又為何呢 你選擇了的嘛 這個就是一個附加條件 你想她那幾十萬買珠寶給你 而這個幾十萬之後呢 這個人就是你照顧的了 你既然接受了一個年近八十的老翁做丈夫 做得你爸爸的人 帶你一倍年紀的人 她的很多的生活習慣 很多的事情你都要接受 而且她們是沒有什麼時間拍拖的 很快就生活一起的人 可能兩個人的生活習性啊 價值觀啊 或者生活上面的一些小節 各方面都可能未協調到的 那就馬上匆匆忙忙結婚 這個就是結局了 看到何老千現在被人這樣來罵 這樣來折 都不是當她是一個丈夫的人 夠由自取啦 只能夠這樣說 如果一個正常的人 你這樣對自己的丈夫 有誰可以這樣對呀 誰可以一句說話就憎眉突眼 但那個眼睛呢 是目露空光那隻啊 我相信正常些的人呢 走老走了十世了 其實她現在何痴痴呢 我不知道她是壓力啊 還是人言可惟啊 還是她覺得是受騙上當 拿了一塊膏藥來黏著自己 總之種種的原因啊 或者是何老千騙了她 什麼意思都好 如果承受不了那種壓力 就不要做了 我看見她這樣來怒吵發 這樣來怒氣發呢 總有一天會爆血管的 不要說年輕啊 很多人三十多歲都會爆血管的 你看她那種激動啊 那種暴躁啊 唉我都替她做什麼活得這麼辛苦呢 活得這麼累呢 每天一起床就做直播 直播就是開壇在這裡來罵人 這樣呢 就算給你真是如你所願啊 找到一億啊 相信何痴痴都沒命響啊 還有一句啊 你說那個豆潤這麼多地方 一家人在這裡住 天天就是吵吵吵吵吵吵 是不是啊 正所謂 又有高血壓自己也都不去看啊 也都不知道 每天就在這裡來消耗能量 在這裡吵吵吵吵吵 即是有一天呢 就會中風的 不是開玩笑啊 唉 真是都不想說她了 我今天呢 就來到北溫這一間都很隱蔽式的咖啡店 這間咖啡店 它是做那些朱古力啊 還有那些pastry那些餅食呢 是非常之好吃的 也都做得很精緻的 我每一年呢 家人生日啊 或者是過年過節啊 我都會來這一間店那裡 是訂一些朱古力的禮盒 這間店可以稱為是 酒香不怕汗子森 它就在北溫一些 好像一些warehouse啊 一些內街裡面的 還有它車位又很少的 那我現在都在這裡等著的車位 希望呢 就是等一會兒有車位 它的店又不是太大的 它主要都是希望你的人 來光顧它買它的糕餅 還有它的咖啡都不錯的 我下一條片才再分享我喝咖啡 它們的餅食啊 或者它的咖啡做得挺漂亮的 那這條片呢 我就主要不是拿這個做封面了 那就主要都是講 何詩詩和何老千他們那些 又發生了一些事情 其實現在簡直就是 鑊鑊新鮮就鑊鑊鑊金 還好看過那些連續劇 真的被我們見識了很多東西 也都在這裡有很多的 談論的話題 是吧 挺好的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 好像看西洋鏡那樣看 你說怎麼會停息了這些話題呢 它現在是最好的方法就是 它應該去休息 它應該是不要在這裡鬥氣 其實看它都不是說 賺到什麼錢 但是呢 對它的家庭也好 對它身邊人也好 已經做到很極大的傷害 那這些平時呢 就沒有人知道的 我相信這一類型的女人 在香港也好 世界各地也好 就很多的 但是那些人就是暗地裡 做了你都不知道 就不是那麼大明大放地在這裡做 也都不是說在這裡來做戲 給所有人看 所以呢 這個人的智商真的有些問題 你稍為智商高一點的人 真的都不會說 拿開肚皮 家裡的東西給別人看 那現在呢 每一天這樣直播呢 其實你直播這麼長時間 一個小時 或者一個多小時 或者兩個小時 你很多家居的生活 日常那些這樣的情況 情節都會拍到進去鏡頭那裡的 你說你的人品怎樣也好 你說你自己多正能量也好 人家會從你的直播環境那些細節裡面 已經知道你是一個什麼人 所以這樣呢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相信當我上傳這條片的時候 又到了亞洲那邊的天剛的時間 又不知道他搞哪科了今天 真的看戲這麼看 好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